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10月24日程序员节 这是我们的节日 这是我们每年唯一的节日 对吧 我们每年唯一的节日 一般都干什么呢 改需求改bug对吧 虽然过节 但是是一边改bug一边过节 所以说今天我一看 程序员节慢慢的兴起了 我感觉作为IT公司来说 我觉得还是有点欣慰 怎么说呢 这个社会这个世界 并没有忘记我们这一个族群 随即我其实调查一下 我说这个程序员节 到底怎么回事 是这样 大家请看 这是一个维基百科 对吧 是这样 我发现这个程序员节 一开始我以为 就光咱们中国有 其实不是 它起源于俄罗斯 是这样 俄罗斯版本的程序员节 并不是咱们的10月24日 它是哪天 它是9月13日 为什么是9月13日 大家请看 这个维基百科 写还算比较详细 就是说 它是用一个字节 256对吧 来代表 这天是程序员节 那么 从1月1号开始算 第256天 是9月13日 所以说 俄罗斯 它把9月13日 定为程序员节 256对吧 但是就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说 它是2的八次方 这个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 2月份 如果是润年的情况下 该怎么办 那么如果是润年的情况下 那么程序员节 就不是913了 就是912 换句话说 这个俄罗斯版本的 程序员节的问题 它的bug就是 不固定 每4年就会要变一次 正来看 咱们2的十四方 1024 咱们中国的程序员节 我感觉就非常合理 永远是1024 不会变 而且1024也好记 1K对吧 所以说 还是咱们中国程序员 聪明一些 聪明一些 反正不管怎么说 反正 因为我也是做了 IT工师 做了这么多年 对吧 感觉还真的是 能有这么一个节日 真的是时代的变迁 所以我也是 挺好 挺有感觉 所以说 做个视频 祝看过视频的 这些个小伙伴们 咱们在今后的 日子里 咱们一起学习 学习新的技术 不管是PC的 手机的 平板的 还是各个主机平台的 都可以 咱们一起来进步 同时咱们的bug 能够越来越少 咱们工资 可以越来越高 而且早日咱们脱单 是吧 好吧 今天祝大家 程序员节快乐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咱们今后 能够继续的多交流 好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拜拜 拜拜